大家好,我是吴小波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受京东物流的邀请 来参加全球智能物流峰会 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中国的产业,全球产业都遭到了很大的冲击 不过呢,也许正是在这种充满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危机压力情况下 每一个产业它所呈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和抗击打能力 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 在制造领域所有的生产要素中 物流也许是一个挺不被人关注的一个领域 或者说它也并没有那么的性感 比如说它跟科研相比,它跟制造相比 它跟品牌、营销、资本等等相比 它是一个隐藏在后面的一种能力 但是呢,也许正是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我们看到中国的物流产业正在经历的史上前所未见的一个考验 而它所具备的对生产和商业革命的激发能力 也正在得到一个极大的体现 我最近这段时间呢 在全国各地行走去看 制造业在今年下半年到底面临怎样的一个情况 不久前呢,我去了武汉 大家知道今年的全球新冠疫情是在武汉爆发的 123,大家都还记得1月23号武汉封城了 一直到4月8号武汉开城 中国新冠疫情的第一阶段才结束 然后呢,我到武汉去呢 到了武汉最大的一家工业公司 叫做东风本田 它做汽车的 到那个工厂的时候啊 他们跟我们讲说 周老师,1月23号武汉封城 但是我们这个企业啊 在3月11号就开始复工了 然后呢,就开始生产出了第一批的20辆轿轿车 这20辆轿轿啊 在当时在3月份的中国商业界 乃至全球都是一个挺大的新闻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分层的武汉 它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了 然后我在那个工厂里面行走的时候啊 他常常跟我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挺好奇的 我就问他说 你看,汽车它是所有制造领域里面 最复杂的一个产品 它涉及到600多个工序 然后一辆汽车上面呢 有一万多个零部件 所以如果在3月11号 东风本田的生产线开始启动 能够生产汽车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的供应链已经复活了 我就问他说 那么你的物流怎么办呢 你有一万多个零部件 在整个全中国城市还在封锁 很多空间 很多部门都还没办法上班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能够完成的呢 他跟我们讲说 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它强大的供应链能力 和强大的物流能力 所以如果没有供应链 如果没有物流的配合的话 那么3月11号东风本田 是根本没有办法启动它的生产线 生产出它的第一批20辆的轿车 所以你看到在今年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中国的产业经济乃至全球的产业经济 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在这种冲击背景下 每个国家 每个行业 它所面临的压力 和所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在今年一二季度的时候 曾经有很多人开始担心说 你看中国爆发了新冠疫情 然后呢 蔓延到全球 那么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 今年中国的制造业产能 在全球比重占到了24% 那么会不会因此是对中国制造业 一次巨大的打击 或者会不会是Made in China 在2020年新冠疫情以后 找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呢 但是到今天 到10月底 我们在这里召开 全球智能物流峰会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 中国的供应链 中国的物流产业 遭到了很大的压力性的测试 但在这个测试中 我们抵抗住了这种压力 全球也同样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 无论是美国也好 欧盟也好 东南亚国家 或者日本 韩国等等 然后在共同受到冲击的背景下 水落石出 中国的物流和供应链的能力 和它的潜力 反倒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验证 所以不久前我们看到 美国智库的有一位专家拉底 他说 由于全球企业在某些领域 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程度很高 疫情不但没有导致供应链转移 甚至在强化中国的竞争力 这是我们在今年2020年看到的对中国制造业和对中国物流产业的一个全新的观察 然后我在去完东风本田以后 我又到了华东地区做调研 我到了江苏的常州去一家做羽绒服的企业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羽绒服企业 一年做2000万件羽绒服 叫做波斯登 这是一家有创业到今天有42年的一家公司了 1970年就开始做羽绒服 一直到今天 然后我到这家工厂的时候 我到了它的仓储中心去做 它那个仓储一年可以运大概300万件的羽绒服 分发到全中国 然后它的生产线完成了从店铺 找端的店铺到生产线的一个无缝的对接 他们跟我说 如果一个北京或者上海一个消费者 所以我要定制一件羽绒服 比如说我现在的羽绒服那么长 我能够加到五公分或者加十公分 能不能行呢 能行的 我的生产线能够为你一个人定制这件羽绒服 那么当我生产线做完以后 多少时间能够最快多少时间能够到我手上呢 他们告诉我说24小时 然后我就到它的物流仓储车间去 看到一个个性化的包装盒 然后从生产线然后进到了仓库 然后那个生产线到了仓库的要送达的时候 我看到它那个仓库是跟京东的中央仓是无缝对接的 所以上面那个标签贴的是京东的一个物流 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一个企业从它的前端的店铺到它的生产线 进销存仓库完成了整个一个智能化的动线设计之后 那么它的生产能力 它的个性化定制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 那么当一个企业的闭环和一个像京东这样的平台性电商公司 物流公司进行对接的时候 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产能的个性化能力 在此时此刻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恢复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有趣的案例 比如说现在是秋风正盛的时候 吃什么呢 吃大杂蟹 是吃大杂蟹最好的时候 在三四年前 大杂蟹 大家知道最著名的是阳城湖大杂蟹庙 阳城湖大杂蟹的销售 很少能够超过两百公里 因为大杂蟹的远途运输非常的困难 它需要在一个像疫苗这样的一个温度环境下 进行远途运输 所以它就非常贵 如果你要在两百公里以外 吃到一个阳城湖大杂蟹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价格 甚至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在2020年10月份的今天 如果你要吃到一个阳城湖大杂蟹 你从阳城湖送到全中国的一千个城市 你很多了 你可能是在西北 可能是在东北 可能是在华南 你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送它 而且成本并不会得到极大的提高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三年里 中国的物流公司围到的阳城湖这个大杂蟹 完成了一个整个一个物流的一个载造 他们在阳城湖附近做了很多仓储 然后通过冷链的方式 甚至通过飞机的方式 通过高铁的方式 能够把一支大杂蟹在以疫苗温度的保存的前提下 24小时送到全中国的一千个城市 所以一支大杂蟹在2019年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年营业额超过一千亿人民币的一个平 具有附加值的一个市场 靠什么呢 它靠的就是整个一个物流的变化和物流的革命 所以我们看 虽然物流它并不是呈现在每一个消费者 每一个企业的面前 但是我们从东风本田 我们到波斯登的那个生产线 我们再到阳城湖大闸线 能够买卖到全中国一千个城市 我们会发觉说 其实在过去的五到六年里 中国智能化革命浪潮的推进过程中 物流悄不生息的 也正在发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革命 和非常重大的变化 中国这个国家大 对不对 有两个大 第一是地大物博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第二人口众多 十四亿人口 所以在中国做生意 最关键的事情是 你在一个地方生产一个商品 你的腹色半径能够有多大 你够卖的有多远 第二你卖出去的时候 这个商品能不能够保质保量的 到达消费者手上 然后消费者付的钱 能不能够真实的回到你企业的账本上 所以货要出去 钱要进来 是中国做生意 做商业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么在很长时间里面 中国的商品流通一个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物流问题 我们在杭州生产一瓶矿圈水 矿圈水要卖到拉萨 要卖到东北 它的物流成本占到整个一个 一瓶矿圈水 两块钱的成本中的24%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而且全中国的整个一个 它的交通的辐射和它的建设 我们跟欧美相比的话 落后了二三十年 所以在很长时间里面 中国的物流成本是全球最高的 我们的物流成本 占到GDP的占比达到了15% 如果我们跟别的国家相比的话 比如说美国是7% 欧盟是8% 日本是8.2% 所以中国还在 中国商品的价格的下降 中国商品的流通效率的提高 跟物流领域的建设 和物流领域新的创新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但是很长时间里面 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商品 我们有 中国有将近2000个县级市 有350多个地级市 有3万多个急证 所以你要把一个商品 要卖到这个300多个地级市 2000个县级市 3万多个急证 你需要构筑一个金字塔式的 一个销售渠道 那么金字塔的销售渠道背后呢 就是层层叠加的一个物流的渠道 在这些年终于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整个一个商品的生产流通 发生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 所以物流的要素的生产要素的效率的提高 成本的下降 跟中国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 有巨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里 中国的物流产业出现了四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进步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互联网电商引爆的这一场物流革命 中国原来要卖一件西装也好 或者卖一件运动钱也好 你需要在全中国建立一个金字塔式的 一个销售渠道 有没有 你需要卖波斯登羽绒服 你需要我在长洲生产出来的羽绒服 我首先要找一个省级代理 省代呢在找地市代 地市代呢在找现代 现代呢在找县里面的零售商 最后呢铺到每一个乡镇 所以需要建立上万个柜台 需要有上千个经销商 那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的物流成本就很高了 但是如果我是在京东上面 去买一个波斯登羽绒服呢 我就不需要这么一个层层叠加的销售渠道了 所以当金字塔式的销售渠道 被扁平化的互联网电商彻底摧毁的时候 它背后摧毁的就是一个物流的 整个一个既有的一个模型 就我需要只要我在京东下了单以后 然后呢我通过一个中央舱或者风发舱 直接就会到达那个消费者的手上 大家知道今天最快可能当天就能到达 有的时候在行都买本书或者买件衣服 我早上下的订单 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在门口就出现了一个京东的包裹 各位朋友这个在三五年前在中国的消费市场是完全难以想象的 甚至2020年的今天在全世界 绝大多数的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今天中国的物流变革和效率的提升是过去十多年 中国的互联网电商是2003年开始的 在过去的17年里面互联网电商企业不断地通过自己的仓储建设 通过自己的各种的技术的提升 特别是通过一些重大的节假日 比如说像双十一这种节假日的大规模的压力测试 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物流效率的提高和物流格局的权限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巨大的进步 是因为互联网电商所引爆的这一场物流的革命 第二个进步是什么呢 是随着互联网电商它的销售比例占比的越来越高 今天中国的事物电商中的22%是通过互联网模型来销售的 这是很多商品 比如像服装这种商品大概40%左右 比如家电50%小家电70% 都是通过互联网电商来完成的 那么它倒逼着所有在生产这些西装的 生产这些家电的服装日化的企业进行生产线的再造 所以全球制造业是从2011年的时候提出了工业4.0 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4.0 到今天中国大概是所有的制造业大国中 生产线革命和智能化革命最为彻底的一个国家 我们今天到中国去看很多服装公司 家电公司 家居公司 他们的生产线的柔性化能力和迭代能力 我们如果跟欧盟的跟美国的日本的同期相比的话 我们会发觉说中国企业今天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能力基础上 那么当生产线柔性化以后 同时就倒逼着我们的物流能力 要能够实现云物流能力 也就是当一个生产线它生产上百万台电视机 上千万台手机只需要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的时候 那么它对仓储 它对物流的要求 就会得到极大的一个提高 所以今天中国的制造企业的云物流能力的提升 是跟整个中国制造业的柔性化再造和智能化革命 是完全同步的 第三 当互联网电商这个趋势的推动下 当制造业同时完成一次它的工业4.0革命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一些电商公司 它花了极大的能力去建设自己的一体化的仓储的一个模式 京东是2007年开始 自己建仓 花了巨大的投资 重资产的方式进行了仓储的建设 那么到今天举办这个峰会的时候 我们发觉说京东创造了全球互联网电商一个非常独特的模式 物流成为了京东在全球电商竞争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竞争的一个能力 而这种一体化的供应链模式 一方面给消费者造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购物的一个体验 同时也为京东这个企业建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竞争的壁垒 它的护城河和它的一个城墙 第四个进步是什么呢 当所有的变化都发生的时候 最后一件事情是你怎么能够把这件西装 把这杯饮料送到一个消费者的手上呢 所以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外卖快递公司得到了极大的一个发展 所以全世界都可能都没有中国这样的景象 中国今天每天有超过450万的外卖小哥 开着它的小电驴或者开着它的模特 或者开着它的小平板车 在全中国的城乡进行最后的一公里的一个配送 所以随着互联网电商的爆发式的发展 随着制造业的柔性化革命的完成 随着像京东这样的开始建设它的一体化的供应链模型 再加上最后一公里的几百万的外卖小哥的不断的快速 你看这些要素的变化可能每一项都没有办法缺乏 任何一个链条的断裂都可能没有办法造成这样一个快速的闭环 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的物流领域所发生的变化 是过去十多年里各个领域的人 从制造业到流通业到一些年轻的创业者 一些年轻的外卖小哥 他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造成了今天在全球物流行业来看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中国的景象 那么我们今天刚才讲的是已经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的景象 同时我们发觉说在中国的物流领域 还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技术的变化和迭代 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大家知道在过去几年里 无人驾驶汽车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 但是什么时候无人驾驶车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使用的一个汽车商品呢 我觉得可能大概还需要花八年到十年左右的时间吧 它涉及到很多 它除了技术以外涉及到很多法规 涉及到很多伦理的问题 但是如果用无人驾驶的汽车进行仓储配送呢 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 我记得我去年到拉斯吴加斯参加CES展的时候 我们在洛杉矶已经看到一个小区里面 一些无人驾驶车开始进行一个配送 我们今天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一些互联网公司 他们也在中国一些城市开始进行无人驾驶配送的小区的一些实验 所以货与货之间的交集跟一个人到达一个地方的它的难度会下降很多 所以我们会发觉说很可能在未来的无人驾驶领域中 货运物流会成为率先突破的一个重大的领域 而不仅未必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能够开上无人驾驶的一个汽车 同时我们看到京东这些公司还在以5G 大家知道5G是未来十年信息化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么通过5G的技术能够进行整个供应链园区的技术能力的再造 同时我们看到说这些大型公司 他们所建立的中央仓和实际企业他们的仓储和库存仓库进行了无份的对接 也就是仓对仓之间的零库存模型 在今天中国的平台公司和制造公司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实验 所以除了已经完成的效率提高成本下降的物流革命外 我们看到在这些新的技术的推动下 中国的物流产业仍然在发生的一些全新的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变革 今天我们来参加的全球智能物流峰会是由京东来举办的 那么我们在中国的电商行业或者全球物流行业来看 京东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它应该在中国的电商企业中 现在是唯一一个能够完成各种大件小件冷链等等的商品的全员配送的一家公司 同时它在今天所有的物流配送能够到达中国所有乡镇到乡村 可以说对所有的行政区线完成了几乎100%的覆盖 然后在90%以上的县区 你通过京东的平台购买一个商品的话 你能够实现24小时内的到达 比如我的家站在杭州可能还不需要24小时 我经常有体验说早上下的单到四五点就能够拿到了 那就是不到12个小时 它就能够送达到我的家里了 那么它覆盖了全中国99%的人口 大家知道中国的市场 它的最大的好处是它疆域很辽阔 然后人口很增多 老百姓非常热爱消费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在于它疆域很辽阔 人口很增多 然后众口难调 所以这家企业通过十几年将近20年的发展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的竞争能力 而在这个竞争能力中物流是这家企业所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那么除了这些仓储 除了这些物流的覆盖以外 我们在今天面向未来看到的是它的大数据能力 是通过物流的大数据 然后赋能所有中国制造企业的智能化生产 然后通过智能供应链又能够继续的推动中国渠道的扁平化 所以物流它嫁接在消费者和制造工厂之间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能力 而它的过去十多年的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发展 是使得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具想象力的物流革命的现场 所以当我们走进那些汽车的车间 当我们走进一个羽绒服的车间 当我们去想象说我们在东北能够吃到一个24小时到达的 从阳城湖寄出来的大杂泻的时候 其实背后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具有革命意义的物流实践的发生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受京东物流的邀请来参加这一次的全球智能物流峰会 也希望在未来我的企业观察中能够走进越来越多的物流公司 走进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发现新的中国物流产业的变化和新的故事和传奇 能够有机会和大家在楼做继续的分享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的峰会